比起产地 比起俗称马蹄 又称地利 比起原产于印度 称它马连 仅指其外表 说它像粒子 不仅是形状 连性味 成分 公用 都与粒子相似 又因它是在泥中结果 所以有地利之称 比起皮色紫黑 肉质洁白 味甜多汁 自古就有地下雪泥之美誉 北方人视之为江南人参 在潮汕地区 比起被称为钱葱 因为它看起来像是古代的钱币 又像是葱头 比起是一种缩草科 比起鼠的植物 既可作为水果 又可算作蔬菜 这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会在水田里长出狭长的细叶 而我们吃的鼻起 其实是它的庞大的地下境 从水田带出来的时候 还会拖着长长的龙须根 比起多种植在水田 生长在湿土里 皮薄之多 极易湿水萎缩和腐烂变质 主要分布于江苏 安徽 浙江 广东 湖北 湖南等游潜水的地方 鼻起的营养价值 功效作用都很高 适合一般人吃 但是并不意味着 人人都可食用鼻起 鼻起也有一定的适用人群 适合用 并不知 颜色 并不知